有谁还记得这台苹果6SP 6月25号 早八点 大青天 咱们上山测试这台6SP的信号 老粉丝都知道呢 这台机器升级了13400毫安时的电池 使用了路由器的WiFi天线 老年机的扬声器 昨晚又换了一个 外置的拆掉绿光片的夜市摄像头 这是红外补光灯 最后加装了一个一尺长的四季天线 但是在家里呢 试不出来效果 所以今天咱们上山 接下来收拾东西 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已经到山顶了 这台6SP呢 原版原机 中国电信 EX 现在已经到山顶了 好 网页打不开 网页打不开 然后是这一台 经过我升级的 中国电信 4G 好 可以打开网页 这一台已经开了 咱是肉鞋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是普龙学校 叫一下 山东人说 好 上网也没有问题 这台不用试了 网页都打不开 软件也下不了 现在换中国电通 3G 它有4G 开网络 好 这个缓冲还是快一些 有效果 然后再看一下 12 Pro Max 两个信号 12 Pro Max也可以上网 但是网速慢一些 这个普通的6SP呢 是废了 改装过的6SP还可以玩 这个天线呢 还是有用的 好 收工回家